蔚蓝军死后,我独自称启卫家,这一称就是四十年,儿女成才,我出门亦被称一具老风军,我这一生也算对得启卫家,谁晓得我病重后,才知道我那一双好儿女明面上对我恭敬,实则巴不得我早点去死。 我一口气没上来,直接晕死过去,再醒来人已经飘在上空,看着他们扶着我的灵鹫假模假样的痛哭,怒火中烧,若我再活一次,我绝不会再管这群白眼狼丝毫,熊熊怒火将我的理智燃烧殆尽,一是消散的最后一刻,我只有后悔,后悔这辈子为了卫家循规蹈矩,竟是半点都不曾快活。 伴随着这想法,我永远长眠下去,没想到还有被叫醒的时候,听着翠竹在耳边叽叽喳喳的说话声,我挣了许久才回过神来,望着四周熟悉的布局,我蹒跚起身,坐到镜前。 镜子里的妇人约莫三十来岁额间虽有一丝滑发,可整体透着精神气,未曾有半点死相。 我禁不住无脸痛哭,万万没想到自己能重新活过来,还变得这般年轻。 夫人,您别哭,老爷虽然还没有下落,可也没有找到尸首,老爷肯定没事的,府中下人已经都去找了,一定能找到老爷的。 听着翠竹贴心的劝慰,我逐渐冷静下来,在脑海里回想这事。 确定自己回到了魏蓝军遇害这年,我嘴脚压了许久,才没让自己当场笑出来。 前世魏蓝军出门访友,在半道上遇见劫匪,丢了性命,我处理完他的身后事后,一心一意打理卫府。 没想临到老,我才知道,他压根没死,而是躲在外面和他的心上人逍遥快活去了。 我得了消息去找他,他反而大言不惭,骂我在魏家大权独揽。 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日子,还不知足弃的我中了疯,之后又被那些个不孝子刺激,这才一命无呼。 我唇角一出一丝冷笑,不避,话音还没落,外头就响起扑天喊得的哭声,我推开门,就见魏蓝书红着眼,让人抬着个担架进来。 架子上正是一身血污的魏蓝军,我迅速压下唇角的冷笑,不带魏蓝书开口,快速上前,一把将他甩到一边,朝魏蓝军扑去。 夫君,你怎么了?夫君,我整个身子都压在他身手,手指暗戳戳地摁着他的伤口,魏蓝军毫无反应,宛若死了一般。 但我知道,他虽然服了假死药,但是能感知到痛的。 见他没反应,我抓起他的衣领,听命摇晃起来,听着他后脑勺一下下磕到架子上的声音,我嘴角的笑意差点压不住。 魏蓝书这才从地上爬起来,见我伸手拍他爹的脸,忙上前来,娘,爹他已经去了,您别这样,胡说八道,我血红着眼看过去,泪流满面,混账乱样,你敢证你爹去死。 他被我这疯癫的模样吓住,我一边嚎啕大哭,一边死命掐着魏蓝军的人中。 直掐出血来,魏蓝书才反应过来,上前死死抱着我,娘,您别这样。 爹他已经去了,我正好打累了,梁庄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,随机直挺挺地倒下去。 翠竹急忙扶住我,夫人,我醒来时,魏蓝军已经连棺材都准备好。 不过,想必这会儿魏蓝军早已经出府了吧,那棺材里压根没东西。 我赶在第三天出殡前抹了粉,一脸虚弱地扑倒棺材前,听命喊着要再看他一眼。 余光瞥见魏蓝书慌张的神色。 我心里差点笑开花。 他好说歹说,直说魏蓝军的仪容还没有整理好,待下葬一定让我瞧一眼,我才停下哭好。 听小丝来报,说魏蓝书急匆匆地出府去了。 我靠在椅子上,眯着眼,魏蓝军不是假死跟他的白月光丝奔吗? 既然如此,我就让他变成真死。 待魏蓝军鼻青脸肿地躺在棺材里后,我揪着自己的大腿,哭得越发情真意切。 来场众人瞧我这四心裂肺的样子,无不赞我情深。 魏夫人,还望节哀与我交好的姐妹,上前相劝。 我拼命捶着魏蓝军的胸口,夫君啊,你就这么走了,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,这偌大的魏府,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们一家子? 前世我派人欺我孤儿寡母,从不在外露出软弱的神情,又因为要撑起魏家,不得不惊打细算。 以至于后来,经中盛传我刻薄贪财,却无人知晓我独自一人撑起魏府门户的难处。 如今我偏将这些苦楚都说出来,叫世人都知道。 日后就算是魏蓝军活过来,也别想从我手上抢走丝毫东西。 见魏蓝军又添心伤,我这才松手,吩咐人定死棺材,看着他下葬。 魏蓝军既然想死,那就让他活活闷死在棺材里,好叫他也尝尝我前世临死时那股孤立无缘的处境,结我心头之恨。 魏蓝军一旁站着,额头都冒出汗来。 送走来吊咽的人后,我紧绷的身体骤然松懈下来。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休息,翠竹便过来说魏蓝书出府了。 我立刻让人跟上去,又收拾好仪容,转而去见婆母。 得知自己儿子出事了,婆母很是伤心地痛哭了一场,直接晕了过去。 线下刚醒过来,得知我给魏蓝军办了葬礼。 他这会儿正搁屋里发疯。 我挤出两滴泪,冲进屋里,握住婆母高举的手。 娘,我知道蓝军去使您难受,可也不能这般折腾自己,若是熬坏了,心神可这么好。 我朝翠竹使了个眼神,他立刻带着下人离开。 你这个毒妇,就是你害死的我,婆母破口大骂。 我红着眼,婆母,您怎么能这么说我? 我与夫君抗力情深,怎么会害死他? 婆母一下卡了壳,我就知道他也是知情者,这个老东西。 婆母气得脸上横肉颤动,还要说话。 我压低声音凑到他跟前,冷笑,不过,娘这么说也没错,不过就算他没死,今日过后,他也该死了。 婆母震惊地看着我,说话都不利索起来。 你,你,你说什么? 我勾唇,自然是字面上的意思,如今魏府是我当家。 娘若是识趣,看在我们婆媳一场的份上,您依旧能保有线下的尊容。 可您若是不识趣,那我只能送您和您的情郎一道去为家族网纳了。 婆母瞪大眼睛,神情惊恐,看着我的眼神,好似看着个恶鬼,牙齿打颤,你,你怎么会知道? 怎么知道他表面替公公守寡,实则私底下却跟他的表哥勾搭到一起的吗? 我唇角一出一丝冷笑,甩开他的手,掏出帕子,漫条丝里地擦着手指,自然是您的儿子亲口告诉我的。 这话可不假,这些都是魏兰君在我的棺材前亲口说的。 上梁不正下梁歪,说起来魏兰君没准还是跟他亲娘学的呢。 娘,您既然不舒服,那儿媳就不打脚,您休息了我抬高声音,贴了他一眼,转身朝我走去。 站住,婆母急促的嗓音自身后响起。 我停下脚步,回手看向扑上来的婆母,目光一寸寸冷下来。 她神情猙獰,抓住我的胳膊,你要是敢说出去,我打死你。 我伸手,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,是吗? 那不如看看,是我说得更快,还是你动手更快。 婆母脸上的表情僵住,看我丝毫不惧,忍不住咬牙,你到底想要做什么? 我痴笑一声,您若是不想这事透露出去,就安心在院子里待着,至于其他的,跟您无关。 婆母脸色扭曲,你要软禁我。 我不知可否,嫌恶地看她一眼,快不离开。 跟着魏云书的吓人傍晚才回来,低着头小声说着自己今日看到的场景。 得知她没有动静,我不免奇怪,心头一日更重,吩咐小丝继续盯着。 直到第三日,小丝满脸苍白地回来,告诉我说她见着魏云书去了个小院子。 院子里赫然是死而复生的魏蓝君和一个女人。 我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,吩咐她别声张后,敲摸带着人去往魏蓝君的坟种,这才发现底下竟然早被挖空了。 还真是魏蓝君的好儿子,我原以为他已经放弃旧父,没想到他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来了招暗度陈仓,将人救了出去。 既然魏蓝君不肯安心去死,那我只能让他生不如死了。 翠竹见我脸色铁青,担忧地看着我,夫人,我摆手,示意她别说话,让人将这恢复原样后,转身回府。 我将写好的信地给跟踪魏蕊书的小丝,以从大哥那吊些人手,将他二人一道送出京去。 既然他不肯安心去死,那我就看看。 他们这对野鸳鸯,在边疆那等苦寒之地还能不能情深似海。 这小丝是我出嫁前大哥留给我的人,哪怕知道我要做什么,亦不会有意见。 更何况,本就是魏蓝君对不起我在先。 我靠在椅子上,见翠竹愤愤不平,笑,行了,如今看清楚他的真面目,总比被蒙骗一辈子强。 他既然那般爱那女人,想必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,等到了边关,他应该会十分欣喜吧。 我捏起桌上的桂花膏咬了一口,甜味在口腔里弥漫开。 大哥得知了魏蓝君做的事后,二话不说,立刻带着人过去,趁着他二人睡觉时蒙了头,毒打一顿后,塞进干水桶里,运出城去。 我接到回信时,大哥已经将他二人扔在关外半月之久了。 我吃着厨房里新研究的菜式,满意地眯起眼,偏有不长眼的。 非要在这时候闯进来,坏我的心情。 娘,不好了,魏蓝叔一脸地惊慌失措,气喘吁吁,爹被歹人掳走了。 我割下手里的勺子,皱眉盯着他,你再胡说些什么。 魏蓝叔这才反应过来,心头咯噔一声。 人叔,娘知道,你爹走了,你心里头难过,一时间接受不了,但日子总要过得我叹气,日后别这般慌慌张张的,瞧你,弄得满头大汗的。 魏蓝叔神情不断变换,一甩手,朝外跑去。 我望着他的背影,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冷漠。 翠竹心疼地看着我,夫人,我摇头,示意我没事。 我对魏蓝叔的期待早在前世就已经消耗殆尽,如今只有厌恶。 相比于魏蓝叔,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 我深吸一口气,吩咐翠竹准备马车。 往城家去,夫人是要去看小姐吗?翠竹笑着问。 我点头,脑海里回想着死后大女儿魏蜀痛苦的表情,心有戚戚,是我误会了她。 现在这时候,魏蜀应当刚刚小产。 前世魏蓝君的丧事,魏蜀一没有来,我恨他薄情寡义,故而在他事后过来时,直接将他拒之门外。 然而,我却忘了,他出嫁前是个最孝顺不过的孩子。 他不来,并非他不想来,而是因为他这会儿连床都下不来。 我捏紧拳头,望着城府的门点,压着心头的怒气,让带来的小厮前去叫门。 城府看门的婆子打开门瞧了眼,当即就要关门。 我二话不说,直接让人将他蹬开,带着人静止走进去。 婆子盲不失蝶地跟在我身后,魏夫人,您等等,您等等。 我充耳不闻,翠竹直接让人将他拦住。 城府人这才急匆匆地露面,亲家,您怎么来了也不叫人通报一声。 好叫我去迎一迎。 我逆他一眼,不必,姝儿呢。 他爹去了,他不露面倒也罢了,如今我这个亲娘来了,他也不出来迎接了。 城府人脸皮抖了一下,眼神躲闪,亲家,说来是我不好。 这孩子前些日子摔了一跤,小铲了,陷下身子还,我让亨儿带着他去了庄子上休养去了。 城府人捏起踏子,唏嘘道,亲家宫去了,我这心里也不好受,只是他还没养好身子, 我这才将消息按了下来,还忘心家别,错怪了孩子。 他叹了口气,做出一副好人样,你要是心中有气,怪我便是。 我在心头冷笑,做事要走,他嘴角立石翘起来。 娘,救我,满是凄厉的沙哑女生,突然自身后传来。 我浑身一颤,扭头就见翠竹扶着魏叔自屋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, 其后还跟着几个凶神恶煞的仆从。 我带过来的小司正与他们纠缠着。 城夫人刷了一下白了脸,双腿不住地打起白子。 带魏叔离得近了,一股莫名的腥臭味随之钻进我鼻尖。 我的视线落到他被乌鞋染脏的裤子上,脸色的笑容一点点收回去。 顾不得与城夫人嚼舌,我远忙上去一把搂住魏叔。 魏叔直接软到在我怀里,双手死死抓住我的衣袖,话还没说出口,人就晕了过去。 亲家,您这是要带叔儿去哪儿? 城夫人见我要走,慌忙追上来,拦在我跟前。 让开,我抱着魏叔,瞪向城夫人,我好好的女儿嫁到你们城家来,如今却成了这副模样。 我没找你们算账,你倒拦着我带女儿去看大夫。 你安的什么心? 城夫人眼珠子转了一圈,哎哟,亲家,你这话说的,我早便找过大夫了,姝儿这是急着来见你,巴巴地赶回来,这才又伤了身子。 你快将她放下,我这就让人再找大夫来瞧瞧她掏出帕子抹泪,姝儿记嫁进来,我是当女儿疼的,你这话可是往我心窝子上扎。 这一张憔嘴,若非我早就知道事情真相,还真容易被她骗过去。 难怪后来魏叔也没上门解释过,只怕是觉得自己说了,我也不会信。 我心下溃态一声,看着城夫人的目光愈发冷下来,滚开。 你们城家将我好端端的女儿搓抹成这样,还要花言巧语来蒙骗我,真当我好糊弄。 城夫人还要再来,然而我来时做足了准备,带来的都是一等一的好手。 仅凭城家这些下人,压根拦不住我。 回复后,我历时让翠竹去请了大夫来。 大夫眉头紧锁,好一会儿才直笔写方子。 得知她身子亏空的厉害,我禁不住膜泪,握住她的手,这才发现不对劲。 将她的袖子往上撸去,望着她手臂上亲子交加的伤痕,浑身不住颤抖起来。 再联想到大夫先前说的,她是腹部遭受重疮才没的孩子,我抖着手解开她的衣裳。 看到她腹部乌黑的一大块伤痕,我胸口像是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,心如脚痛。 卫书足足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,这期间,城家来了两次,都被我拦在外头。 娘,城渡她就是个畜生,她趁我怀孕,养了个外事,我与她去理论,她反倒护着那女人。 卫书扶在床侧,眼眶通红,声音哽咽,她冲我动手倒也罢了。 怎就忍心,要了我孩儿的命? 我扶着她坐起来,端着热株喂她,献下你回了家,我的意思是合理,你若愿意,后头的事情便交给娘。 若是你不愿意,也得养好了身子再回去,只日后我却不得再管你了。 并非我无情,只是卫书自小就是个心软的,城家已经奔着要她性命来了,她若是还舍不得,日后必受其害。 我总不能一直跟在她身后擦屁股。 卫书眸光闪烁,最终咬牙,和离,娘,我要告她。 这倒是意外之喜,我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笑意,好,等你养好了身子,我们一起找他们算账去。 她为书面露皮色,我叮嘱她好生休息后,抬脚朝外走去。 结果刚踏出院门,就见小女儿魏延领着城渡喜滋滋地向这边走来。 我顿时沉下脸,这个蠢货。 翠竹忙上前拉住她二人魏延由不自知,顶着一张无知的脸问翠竹为何拦她。 当时城渡一眼瞧见我,轻轻摆手,示意魏延闭嘴,随后走向我,恭敬行礼,见过岳母。 看她这礼数周到的模样,实在很难想象她能做出那种龌龊事。 我垂下眼帘,似笑非笑地逆着她,谁是你的岳母? 程渡,你不去陪你那外事,跑到我卫府做什么? 娘,您在说什么呀? 姐夫当然是来接姐姐回府的,正主没说话,魏延倒先急了。 我淡淡地看过去,魏延从未见过我这般冷漠的眼神,不由住嘴。 将二小姐带下去我深吸一口气,忍住,不去看着糟心蓝印。 身边的仆妇立刻拉着魏延离开。 程渡表情难看,低头,岳母,此事还容小续解释。 不必,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里喝一声,我魏府不欢迎你这等薄情寡义的人。 你也不必多说,程府,回头我自会亲自去一趟,你的话留着那时候再说吧,我吃笑一声。 从她身旁走过,来人,送程公子出去。 我转头找人写了折戏字,在京城排起来。 程家当初娶魏叔,便是为了借着我魏府的誓往上爬,现在得了誓,便不认人了。 那我便让他们怎么爬上去的,就再怎么跌下来。 很快就有御史参踏。 当今帝后情深,最厌恶的便是这等抛弃弃子的伪君子,当即便帮了程度那身官府。 至于程府,因轿子无方,也被贬斥,调至今外。 程家已经定了亲的姑娘,更是被连累得退了婚室。 我将和黎叔拿给魏叔时,他正歪在椅子上喝药,当即大哭一场。 我搂着他,却只觉得高兴,摆脱了程家,输儿日后能过得更好。 结果魏妍得知了这时候,竟是直接冲到我面前,质问我为什么不肯手下留情。 娘,你这样我还怎么嫁给程一哥哥,魏妍眼里包着泪,一脸控诉,你就只管大姐,不管我了吗? 我恨不得敲开他的脑子,看看他脑子里装的是不是都是水。 外边的人知晓程度做的事都八步的远离,天他还惦记着嫁进程家。 程一与程度是亲兄弟,骨子里是一种人,这样的品性,他还尚赶着。 前世我虽然没发觉程家不对劲,可觉着亲姐姐妹嫁进一家多少有些不好听,故而并没答应。 他因此恨上了我,连我生病都不来瞧一眼。 这一事我懒得同他多说,直接让人将他拉回去关起来,倘若他执迷不悟。 我亦不会多管闲事只当自己没生过女儿,但思心里,我还是希望他能聪明些。 没想到,第二天一大早,丫鬟便慌里慌张地跑来,是未言不见了。 我差点折断手里的筷子,深吸了几口气,才冷静下来。 翠竹立即让人去查,果不其然在程家发现他的踪影。 我沉阴片刻,让人去取祖老来,见面便将未言私会成意,在外过了一夜的事情说出来。 祖老面色漆黑,我当今立断,今儿叫您过来,便是想让您做个见证。 顶着他疑惑的目光,我很心开口,未言今日身患恶疾,暴毙而亡,恐死后不及,还请祖老在谱上划去他的名字。 祖老震惊地看着我,你,你说这话,当真。 未言做出这等不顾脸面的事情,若是暴露出来,必然连累祖里其他姑娘。 可若是他死了,祖老很快想明白,见我流着泪点头,赞了一句我高义,翻开祖谱,找到魏妍的名字滑了去。 自此,魏家再无魏妍这个人。 送走祖老后,我一改脸上的悲伤,擦干眼泪,转身回屋。 然,刚转头,便撞上满脸担忧的魏叔。 娘,您真的不要妹妹了,魏叔跟在我身侧,欲言又止,到底没忍住替魏妍求情。 我停下脚步,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,事情还未传开,倘若他及时醒悟,你外公那边也不是很在乎女子名声。 到时候,我将他送去那边生活,也不会差。 只是魏家,他肯定是不能呆了,我便是不为着他,也要为了你考虑我握住他还带着寒气的手,语气严肃。 魏叔愣了一下,旋即感动得红了眼眶。 我拍拍他的手背,只是话虽是这么说。 我心里却没抱多少期望,但我没想到魏妍会蠢到这地步,竟然带着诚意在外面叫门。 我气得脸色铁青,风风火火地赶去,正巧听见魏妍对着拦路的吓人破口大骂。 看到我,他立马委屈起来,娘,你快管管他们,这群雕奴竟敢拦住我。 住口,谁是你娘,我强压着怒火,姑娘,你走错门了。 魏妍正住,看我怒气冲冲,不由迟疑起来。 他身色的男人不动声色扯了下他的袖口,他这才鼓起勇气继续说, 娘,我是炎儿啊,您怎么不认识我了? 是啊,伯母,这是魏妍那站在一旁的成衣,见我无动于衷,连忙接口,您自家的女儿,怎么能不认呢? 我痴笑一声,哪来得扑皮无赖,乱认亲,认到我家门口来了。 我的小女儿前些日子突发疾病,现下棺材都已下葬,我双目含泪,你们还要在这胡言乱语,是瞧我一个寡妇好欺负吗? 娘,您是不是老糊涂了,魏妍当即火了,我什么时候死了? 她气得脸颊通红,您就算是气我不听话,偷跑出府,也不该咒我死。 此言一出,周围的人目光灯时不对劲起来,我怒目而视,我家闫儿素来乖巧听话,最重规矩,绝不能像你这般轻浮,你是哪来的疯婆子,敢在这边抬她的身后命。 来人,将她抓了送往官府,魏妍没想到我这般绝情,一叠声地喊起来,放肆,你们敢碰我。 魏叔面路不忍,娘,我暗道不好,忙捂着胸口,缓缓倒下去。 魏叔大惊失色,再顾不上替魏妍求情,忙扶着我,娘。 你怎么了? 外头的人瞧见我被气晕过去,纷纷面带鄙夷地看向魏妍和程一二人,程一眼看着占不到便宜,身形悄悄往人群中缩去。 但魏妍被抓住时,他才发觉身旁的人已经不见了,不由大喊大叫起来,你们将一哥哥抓去哪儿了?你们快给他放了。 看戏的人没见过这么拎不清的蠢货,哄堂大笑,你那小情郎早就跑了,亏了你还在这担心他呢?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 魏妍念若白指,回过神后迅速回骂过去,神情猙獰,宛若饿鬼。 呸,一哥哥才不会抛弃我,他一定是找人过来救我了。 你敢胡说八道,我撕了你的嘴。 魏叔一言难尽地看着魏妍,我这才缓缓起身,拉着他的手,勾搂着身子朝府内走去。 经历这一遭,魏叔也没了替魏妍求情的心思。 我悠闲了几日,正盘算着好几日没见着魏妍书时,他自个儿回来了,身后还跟着扶风若柳的姑娘。 只看那姑娘一眼,我气血就直往脑袋里冲。 这姑娘与魏蓝军那个小情人长得有六七分相似,若说没关系,我是打死也不信。 娘,这是苏柳,是儿子在外边遇见的魏妍书牵着苏柳的手,儿子与他一见钟情,还望娘成全。 这下确定了,这姑娘是那女人的侄女。 我暗下想要给她两耳光的冲动,极力挤出一丝笑来,苏姑娘是哪里人?家中父母可在。 许是我的语气太生硬,魏妍书茫蓝在她身前,娘,您问这么多做什么? 柳儿她虽是姑女,可也是清清白白,您就放心吧。 我发了个白眼,随后靠在椅子上,是吗? 魏妍书岔开话题,哎呀,您就别问了。 我这刚回来,实在是累坏了,您让我休息会儿。 她牵着苏柳,就要往自己的院子去。 我没心跳了跳,抓起桌上的杯子,就往地上扔,站住。 谁教的你这般没规矩? 武亲,魏妍书一眼不解地看向我。 我深吸一口气,我不管你从哪弄来的这女人,现在,立刻给她送出去。 苏柳宛若若受到惊吓一般,红着眼躲到魏妍书身后。 娘,您怎么这样心狠? 我都说了柳儿是姑女,您将她赶出去,不是让她去死吗? 魏妍书如同炸了毛的刺猬,立刻枪声。 不但我出声,她又扭头握住苏柳的手,别怕,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 魏妍书,你是失心疯了不成,你爹走了还没有半年,你就要往家里领人,我立刻一声,还是这等不清不白的女人。 魏妍书眼神躲闪了一下,跟着面露不渝,娘,您怎么能这么说柳儿? 我都说了,柳儿是清白人家的姑娘。 何况,爹生前那么疼我,他若是知道,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。 我历时明白过来,他这些日子指定是去见魏蓝军那个老畜生去了,这女人说不得还是他爹介绍的。 难怪他上一世那么护着他爹,原来早就被迷了心窍。 我气急返校,混账东西,来人,江苏姑娘送出去。 魏妍书跳起来,我不许,动手。 将少爷拉过去,眼看下人被他唬住,不敢靠近,我一掌拍在桌子上,怒吼。 下人打了个机灵,再不敢耽搁,扑上去将两人分开。 云书哥哥,你别为了我和伯母生气,我这就走,我们以后再不要见了苏柳泪水盈盈。 扭头任由府里的嬷嬷压着他往外走去。 魏妍书目自欲裂,不知哪来的力气,竟是正开抓着他的下人,冲到苏柳跟前,一脚踹向抓着他的仆妇。 嬷嬷安悠一声跌倒在地。 我立刻站起身,让翠竹扶起嬷嬷,目视着魏妍书,混账东西,你这是要反了天了。 魏妍书死死抓着苏柳的手腕,双目血红娘,若是您执意要赶柳而走,那我就跟着她一起走。 我豁然抬手,眯起眼,心头涌起一阵喜意。 我正愁着怎么弄掉这个蠢货,没想到她自己送上门来。 该说不说,魏妍书同魏妍不愧是双胞胎呢? 我极力做出一副怒火中烧的模样,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女人,连娘都不要了。 魏妍书面皮僵了一下,不是儿子不孝,实在是您对柳儿承见太深,柳儿是我带回来的。 我不能放任她不管。 好好好,我捏紧拳头,既然如此,你跟着她走,只一句话,你竟敢踏出府门,日后我只当没你这个儿子,魏妇也没有你这个少爷。 魏妍书见我说出这般狠利的话,也恼怒起来,直接拽着苏柳离开。 您别后悔。 听着她放的狠话,我忍了许久,才没叫自己当场笑出来。 匆匆赶来的魏叔见我站在屋檐下,神情松正,只当我伤心,扶着我坐下,低声劝慰起来。 魏妍书离开后,大哥的信后脚便到了我手里。 他果然如我猜想的那般,找魏蓝军去了,准确地说是给他爹送钱。 前世我就想不通,魏蓝军离了侯府怎么还能过得那么滋润。 现在想来,恐怕多亏了魏妍书几十年如一日地给他们送银子。 不过,从现在开始,这银子他注定是送不出去了,他自己也别想再从魏府拿到一分一毫。 也不晓得他父子二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联系的手段。 魏蓝军被扔去那么远的地方,他也能找到。 魏蓝军收到魏蕊书的信后,便眼巴巴地等着儿子给他寄钱,接他回家。 将信件里夹带的银票点好后,我随手塞进怀里。 四千两,估计是他目前身上所有的家当了,魏蓝军对他这个爹还真是大方。 想当初,我躺在床上,一百两银子的也山餐他都要哭穷。 说起来,他这会儿还没接手魏府,这银子应该是他这些年瞒着我陆续从账上取的。 想到这查,我忙翠竹将各个铺子的管事叫来。 这不查不知道,查了才发现我众生前那些年,他们父子俩私底下竟从账上值了快三万两门银。 这还不包括。 他们往常在铺子里连吃带拿的。 那些个被拿走的手势,我是一点都没见着,想也知道是送去了什么地方。 我恨得牙痒,牙尖死死地咬住腮帮子,才没叫自己在这帮掌柜的面前失态。 日后,没我的批准,谁也不许撕取账上的银子,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。 我一一望过去,见底下的管事肩面露难色,补充道,哪怕是问人书也不行。 见我不像是开玩笑,他们这才低头秤实。 望着他们的背影,我朝最近的小丝使了个眼色,他立刻悄无声息地跟上去。 很快,那些管事便知道了,卫人书竟是在热笑期间领了个女子回府,还为了个女子甘愿离开卫府。 于是,卫人书无法从账上取钱后,转而想去找自己原先那些朋友时,才发现他们竟是见都不见他。 唯一见他的好友,也压根不提借钱的事情,反而劝他和他的柳儿姑娘分开。 他如今与苏柳密里调油,压根不能听人说心上人的不好,当即便同好友争执起来,二人不欢而散。 借不到钱,他只得将佩戴了多年的玉佩当掉。 我望着掌柜送进来的玉佩,脑子里回想起最开始将这玉佩交给他的场景,不由吃笑一声。 这玉佩,亦是卫府大公子的信物。 既然他不稀罕当这位公子,这玉佩自然也没必要留。 我直接将玉佩扔进火盆,又命人将为人书院子里的东西都拖出来荡掉。 得来的银子,我吩咐翠竹送去了慈安堂,那些卖不掉的被褥衣裳也一定送了过去。 看着空荡荡的院落,我闷在胸口的玉气这才消散。 翠竹扶着我回屋,窝着我冰凉地守不住吐槽。 夫人,这天越来越冷了。 宁可得爱惜身子,万不可再吹冷风了。 我心里头欲贴,刚准备说话,外头响起管家略带急促的嗓音。 夫人,不好了,老爷,老爷的活回来了。 我手腕上带着的佛珠突然散开,滚落一地。 等到了府门口,就见为蓝军衣衫褴褛地坐在门槛上,身旁还陪着个身形鲜瘦的女子。 她看到我,立即起身,做出一副深情样子来。 娘子,我回来了。 一股难闻的恶臭随着她的动作散播开,我眼珠鼻子后退一步,跟着泪珠滚滚落下。 魏蓝军顿时面露喜色,我在心底冷哼一声,跟着举手握拳垂向自己的胸口。 造孽啊,我夫君走了还没有一年,便要这般欺辱我吗? 先前假扮我那可怜病逝的女儿不算,现如今,竟开始攀扯起我王夫了吗? 我哭得撕心裂肺。 你这歹人到底是谁派你来的,我们有什么仇怨,倒叫他这般羞辱。 娘,您在胡说什么呀? 这是爹呀,魏蓝叔不知道从鸡脚嘎啦冲出来,扶着魏蓝军,满脸不愤地盯着我。 我的视线从苏柳和魏蓝军带回来的那女人身上掠过,当即收起眼泪,红着眼怒吓,混账东西。 你为了个女人,连你爹的死都不顾,如今还要红口白牙乱认爹吗? 好啊你,这扑皮身边的女人与苏姑娘这般相似,你敢说她们没关系? 你当我是瞎子吗? 我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,后退几步,你这个,这个孽障。 你说,这两人是不是那什么苏姑娘的爹娘,你找她们来,是不是就是想逼我同意你娶苏姑娘进门? 魏蓝叔被我这一套组合拳打蒙了,张嘴就要反驳。 然而,他之前做的那些荒唐事早被我传了出去。 众人瞧着苏柳桐那女人相似的面容,顿时信了我的话,当即出言指责魏云书。 至于魏蓝君,他长途跋涉几个月才回京,整个人早没了之前的样子,脸颊上更是添了两道猙獰的伤疤。 就算是婆母在这儿,恐怕也认不出他来,更别提什么熟人了。 见他们还赖在门口,我悄悄向人群里躲着的托儿打了个手势。 他立刻将早就准备好的烂菜叶子朝魏蓝君他们扔去。 这一下,众人纷纷效仿,魏蓝君连忙护着心上人逃跑。 魏蓝叔怨恨地动我一眼,拉着苏柳紧跟在他爹身后。 我长舒了口气,派人继续盯着他们,得知魏蓝君找了祖老,然而他连人都没见到,就被打了出去。 早在他身死。 我便允诺祖老会拿出府里三分之一的钱财,办学给祖里的子弟开学,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,祖老也断不会认他。 因着魏蓝叔那番举动,我声明同他断绝关系时,百姓无一人谴责,反而一致较好。 他们回不来,又没本事谋生,加之大哥的故意打压,竟是自暴自弃起来。 苏柳和那女人远还抱着希望,后来见他二人越发废物,竟是勾搭了路过的行商,收拾了戏软,想要逃跑。 然而刚走没两步,便被魏蓝君二人抓了回去。 这一下,爹在他二人心里多日的埋怨,一下子喷勃而出。 父子二人在折磨了他们半年后,竟是将他们迈去了青楼。 然而,他们拿了钱,不想着怎么过日子,反倒想着去赌方赌运气。 在看到魏蓝君时,他正被一群打手从赌方打出来,捂着断吊的腿不断哀嚎。 瞧见我的车架,他连滚带爬追过来,像条狗一样喊着, 爱瑶,爱瑶,我知错了,我全当没听见,静止放下车帘。 坐在我身侧的面容清俊的少年扁嘴,夫人,他是谁啊? 我捏捏他的脸,吃醋了。 看着他神情委屈,我冷下脸,我替你熟生,不是让你闷这些的。 他脸色煞白,盲低头认错,我这才笑起来,罢了,不相关的人罢了, 倒也不必这么紧张。 他脸上这才浮现笑意,殷切地给我按起肩膀。 我闭上眼,只觉浑身舒畅。 幸好,这辈子还很长,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。